近期,有大量的中国大陆朋友反映银行卡账户被莫名其妙的限额或者账户被冻结,而且都是在没有收到通知的情况下被静默执行的。 可谓覆盖面之广,连四大银行也在其中。 其中,大多数账户的限制交易金额从以前的每日几十万元降低到了几百元。 或者连正常使用的银行账户也被无缘无故地冻结。 这些银行客户向银行咨询相关原因得到的答复口径基本很统一,说是为了配合公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行为。 如果刨根问底的咨询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都是含糊其词,搞得十分神秘。 这种现象颇有一刀切的嫌疑,前几年大规模的断卡行动大都出现在江浙地带,主要对象是小微企业或外贸企业。 这次的行动波及面之广,其中广东省尤为突出,就连很多工薪阶层的工资卡也难逃此运。 账户一旦被限制后,解禁起来非常麻烦,需要提供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社保、医保或者流水证明等, 还要签各种承诺书或者有很多客户永久被销户。 确实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根据银行内部相关人士透露,政策是上面统一下发的, 从6月份开始,每个银行分批次执行,而且每个银行执行的细节不尽相同。 18至40岁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是重点关注对象。 具体的原因,这里不展开深入讨论,大家自行脑补前一后果和近年来发生的诸多事件相关细节。 这里只是给出一些简单的建议,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被封的对象不是自己。 1.如果非要存钱,尽量将资金存在靠谱的银行、村镇银行等小型机构谨记不要去碰。 网友针对中国大陆区的银行做了一个简单的等级划分,有储蓄需求的可以参考,以尽量规避资金风险。 2.资金尽量分散存储至不同的银行卡。 3.在有足够安全保证的前提下,或取出现金备用或投资保值率较高的产品,如黄金等或其他保持率高的产品。 切记不要盲目投资。 4.现有银行卡使用建议。 1.账户日余额不低于1000人民币。 2.资金在短时间内尽量不要快进快出。 3.尽量不要在午夜进行频繁的网络交易。 4.一定要想办法保证社保不断缴,失业的可以考虑自己交社保。 以上这些建议只是一家之言,由于对账户的限制措施是银行系统基于大数据自动判断后处理的结果,没有统一的规避方法。 如今这事到,各位听天由命,暂且保重,且行且珍惜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点赞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